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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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龙之南而退 主动退居二线 陈习李于是改组出联邦成立堂 并带领邦会又进入了黄金时期 1984年10月 受台湾情报局指使 陈习李一火潜入美国 刺杀了华人作家江南 江南被暗杀 震惊了海内外华人社会 台湾当局对眼人耳目 推出疫情状案 陈习李当年人在美国 周龙就成为打击目标 被送进绿岛 军方当时管训极度严苛 终于引发受刑人暴动 造成多人受伤死亡 周龙主动带头与军方谈判 划起了可能爆发的动乱 外界认为 竹联邦当时群龙无首 周霸子不计恩怨出面善后 确实有大哥风范 出狱后 周龙逐渐淡出江湖 专心投资省义 也从事职业棒球迁赌 2007年陈习李逝世 竹联邦群雄并起 有人希望周龙争夺帮助 但他以陈习李已有钦点人选 以身体不好等理由婉拒 2013年 白狼张安乐回台 曾去探病周荣 也公开表示 没有周霸子 就没有竹联邦 2013年8月 周荣因病去世 被视为象征竹联邦救世力的完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队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